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ready当中的集合操作 也就是set操作 其实这个set就是相当是python当中的那个集合是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集合的话啊 它其实也是跟这个列表是一样的啊 就是又来存储那个一些元素的一个这样的容器 那么集合跟列表的话啊 其实的话是有两点主要的不同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点的话啊 就是这个集合的话 它是无序的啊 列表的话是不是有序的啊 集合的话 它这个元素存储就去 里面这个元素的数据啊 是无序的 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的话 就是这个集合哈 它保存同一个元素啊 只能保存一份 比如说你在这个集合当中存储的一个一 那么的话 你就不能再存储同 呃 再不能再存储一个一的啊 你就只能存储其他的值 那么这个集合的话 就是说保证这个元素是唯一的 在这个集合当中保证是唯一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ready当中的集合的操作啊 好 这地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啊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d啊 然后的话切换到这个地方来 好 这个集合添加的话啊 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那么集合的话啊 就因为它是无序的 所以的话就不存在那里了 左插入和右插入的啊 它就只有一个啊 命令叫做什么呢 叫做sadd s的话代表是set的 set的一个人的前缀啊 add的话代表是添加啊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 给一个添加啊 就是sadd 然后是啊 这个key的名字我给它叫做team一啊 团队一好吧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再来添加一下元素进去 比如说添加这个啊 姚明啊 姚明啊 这样的话就添加了一个元素进去啊 那么这个操作其实也是跟那个列表操作是一样的啊 如果这个集合之前是不存在的 你掉这个sadd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创击一个这样的集合啊 创击一个这样的集合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下第二个元素啊 sadd 然后是tm1 然后是比如说是那个 呃 刻比对吧 刻比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添加了进去的 对不对 这两个元素就添加进去的啊 那么如果我想查看下这个集合当中 有哪些元素呢 这时候我可以通过另外一条命令 叫做smembers啊 这个用来到那个 smembers 查看下这个集合里面有哪些值啊 smmberstm1啊 好 这样的话 sm1mberstm1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列出了里面两个元素啊 对 两个元素啊 好 就是想要查个某个集合当中的值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members来写啊 好 另外一个是啊 移除元素 移除元素的话啊 因为我们的那个集合当中是无序的 对不对 说的话 你就没法给它直接冲 从左边移出来 从右边移出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这个里面就指的是sim 然后指定那个值就可以了啊 srmb是我去移除科比这个啊 tm1 然后是科比啊 好 这样的话就把它给移出了 那么接下来我smembers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话就只有姚名这个了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移除元素啊 移除元素啊 然后我只想查看这个集合当中有总共有多少个元素 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 card啊 s c a r s c a r d tm d啊 这的话他反过来的是不是就是一啊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里面是只有一个元素啊 只一个元素啊 如果你再来添加一个进去 比如说s c a r s a d d tm d a m e啊 然后是那个呃 那个叫做科比吧 好这样的话再添加一进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他反过来的是不是就是二啊 说明我们这个里面是有两个元素啊 是两个元素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就是这个集合他的一些操作啊 第一个操作的话就是求两个集合他的这个交集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求两个集合他们的这个并集啊 第三个的话就是求两个集合的那个差集啊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现在看是一个交集 什么叫做交集呢 交集的话啊 就是你给的两个集合进去操作啊 他会提取两个集合都有的这些元素 然后的话形成一个新的集合 好吧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再来添加一个集合s a d d 只要的话这个集合的名字我叫做team2 我叫做team2啊 只要这个里面我给他也是叫个姚明啊 好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这个team1和team2当中 是不是都有姚明这个这个这个字段啊 对 对那么我在求交集的时候他就会返回啊 那个team1和team2 这个两个集合当中都有的这个元素 那么就是这个姚明对 好 那么就是s i m t 啊s i m t 啊 然后的话是tm1 t a m2啊 这的话他返回来的是不是就是个姚明啊 对 那么如果再给s a d 我再给这个team2 team2当中添加一个科比那么这是的话 两个集合他们的里面的元素都有姚明和科比对 那么我再去求下这个交集的话是不是就返回的这个科比和姚明啊 对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呃交集啊 还有并集啊 并集的话会将什么呢 会将两个集合当中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放在一起啊 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的话去然后的话还会剔除那些什么的重复的元素啊 就像是现在team1和team2当中现在重复的元素有哪些呢 是不是有科比和姚明啊 对 那么的话他就只会提取一份啊 只会提取一份好吧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并集啊 我再给这个team2当中再添加一个元素啊 s a d d t a m 2啊 p m 2 比如我特要再添加一个什么呢 可以这个啊 呃 随便给一个吧 这个里面啊里面啊 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s m m b e r s t m 2中 s m m b e r s t m 2中 是不是有三个元素啊 对 有里面科比 姚明啊 那么我这时候再去求两个team1和team2的那个啊 并集的时候 我再给team1添加个词吧啊 s a d d 然后是那个team1啊 然后叫做呃 张三啊张三随便给的啊 好 那么s1 s m m b e r s t m e 这样的话在我们的team1当中是有这三个元素 在team2当中是有这三个元素 对 那么如果我给这两个几个取并集 他就会返回什么呢 他就会返回李明科比姚明 以及这个啊 那个张三啊 因为科比的话之前是已经出现过了啊 姚明也是之前已经出现过了 对 好 那么我们的s u m 呃 i o m啊 然后是t m e 以及t m r啊 这的话他是不是就返回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元素啊 这四个元素张三姚明科比李明 对 他就可以把两个集合当中所有的元素都把它给归了在一起啊 因为集合的话 他又是只能保证这个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的话 他就可以去去除啊 那些重复的元素啊 去除重复的元素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这个集合的差集哈 差集的话 就相当是一个集合解除另外一个集合 然后他会把这些相同的元素把它给解掉 把这些相同元素把它给解掉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求一下team1啊 与team2的交 与team2的差集 那么就相当是把这个team1减去team2 team1减去team2 team1和team2当中哪些元素是重复的 是不是这个科比和杨明是重复的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只会生下这个什么呢 只会生下这个张三啊 对 好 那么我们来走一下啊 sdifr是tm1以及tm2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只剩下这个张三啊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差集 差集啊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team2写在前面 他就相当是把这个team2减去team1 这的话他就只会剩下啊 team2当中的这个里名 对 因为科比和杨明两个是重复的 就会被解掉的 他只会留下这个什么里名啊 sdifr是dm2 然后是dm1啊 这的话是不是就只剩下这个里名呢 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差集啊 这个就是差集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啊集合和redis当中的集合操作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